天安门巨型花果蓝钢结构总量达245吨,采用全装配饰钢结构,由手钢建设钢构分公司制作安装。 昨晚11点,满载着钢结构构建的24台平板运输车及4台吊车顺利抵达天安门广场。 经过手钢职工连夜奋战,完美将蓝盘和蓝度按计划合拢。 花坛底部直径45米,为向日葵图案,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阳。 花篮为钢架结构,蓝身为玻璃缸材质,可抗石疾风。 花篮里差有约10种巨型仿真花,山丹丹,硬山红,红梅,象征红心向挡,奋勇拼搏。 牡丹,康乃鑫,祝福祖国繁荣昌盛。 今年是我们连续15个年头承担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花坛项目。 我们在制造工程中,克服了施工紧任务重的困难,始终坚持敢拼敢闯,敢为敢打硬仗的首钢人精神, 严控项目质量安全,全力推进施工进度,确保广场花坛按时间节点完成。 今晚将继续安装剩余的坡价,明天花篮将正式与广大游人见面。 此外,14组立体花坛将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。 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还将种植地栽花卉7000平方米,布置容器花卉100组。 花卉布置工作,预计9月25日左右完工亮相。 制作为挑对角力的顺利鲁 pumpkin粉组。